他敢于行走各种树木游刃有余 他敢于以寡敌众迎难而善 面对传统人工的对抗 他又能否完胜十一个人工得到更多人的肯定 敬请收看乌爱发明粉碎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是由人工来把这些大的支刹把它给锯下来 然后再修剪成小的 然后再搬走 确实很费劲 请问华老师有没有修剪树枝的经历 我没有 不过在朋友家里见过 像他们家有一个院子 然后到了换季的时候 他会把树枝用剪刀或者小锯把它给锯一地 然后这样再自己收拾收拾 然后再运走 也挺费劲的 你的经验还挺丰富的 那么今天我们发明人给我们带来这个机器 就使绿化废料能够得到二次利用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树木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 无论是城市中美化环境的景观树 还是农村土地上带给农民收入的经济林 树木修剪会产生废弃之条 伐木取材的时候 也会产生大量边角之差 一般都需要大量人工来进行处理 处理方法先是把废弃枝条整理到一块 切枝工人们统一地切断 之后运输到发电厂进行回收利用 但切枝工人们一天下来 切断装车 效率低不说 常常苦不堪言 在河北就有这样的切枝工人在辛苦地劳作 为此我们记者特意前往了解一番 咱们把树枝都锯断了 这是干嘛 这个都是没用的 但是装车不好装车 必须装上一段一段的才能装车 为了送到生物发电厂 应该说是废物在地用 整块不可以拉吗 这个车本身都装不多 你这锯子都断了 可以节省点空间 装车好装一点 多装一点 装少了 这一趟还不够油性呢 价格很低 我看 这大哥你用的是斧头 对 像这种树没办法装 你这装车上两根树就已经装满了 对不对 我们只能用斧头把这些小支子砍掉 这种粗一点的 这斧头不好砍 用油锯锯一下 像这一棵树 其实像这个也够粗 但是这下你看 有道弯 是吧 就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弯 是吧 这就用不了了 锯端之后装车送到发电厂 听您这么一说 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来试一下 看看怎么样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操作完 那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斧头的这一个 可以啊 你注意一点安全 好 我们一般用斧头 小斧头是劈哪一种啊 劈小刹呗 就像这种的是吧 对像这种小刹 不好装车 这个好像也不好劈啊 这种挺小的感觉 那像这种会不会呢 这种 这种都得劈开 不劈不好装车 你看一个树这么多刹 我觉得这挺费实的这个 看这个树的树差还特别多啊 你看上来以后一个刹 再上去还有刹 这种就属于是比较浪费空间是吧 对像这种太脏了 你没法装车嘛 要处理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也劈掉 对 往这这里都劈掉 太紧了 这袋盘的全都劈开 这么劈劈劈不开啊 这个应该要 要这样斜着劈 这样劈 这样劈就比较快一点 好 要斜着来是吧 有了工人们的指导 记者也开始轻松上手了 果不其然 看起来速度倍增 但我觉得这 也挺费力的啊 其实像这种 干一天 确实不太容易 从大树枝上 提下来的小树枝 那这种等一下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也要矩短一点 矩成这么短 这个也要矩啊 对像这种 没办法装车 就是这种压下去以后 它还是有弹力的 中间的空间 还是剩得太多了 对 太占地方装不了多少 工人们告诉我们 为了节约空间 他们还会把这些 蓬松的树枝 再切下来后 也进行锯断 并且这些废弃的树枝 还得锯成50公分左右 这样才使得在运送过程中 装的更多的树木 才锯完了那一堆吗 对 这是刚才的那边锯过来的 哦 看起来怎么突然变少了 肯定嘛 越短 越弄得顺利一点 好装车嘛 能够多装一点 看来咱们这个50公分以下 还是有原因的 如果太长的话 它支岔的这种啊 应该还有50公分以下的 就比较短一点 支岔都没了 对 越短也好 哦 短一点 好装一点 你觉得最辛苦的在哪个地方啊 最辛苦就是砍 砍在解的地方 太硬 有解的不好砍也 哦 对 就主要还是在这个树叉上面 对 树叉还有这个弯 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都不好砍 在这个地方也得弄掉 要不得装 你这就不能掉 它扎实了 也装不了多些 装车 都得弄掉 直接装车 这好装了 就我们把它去掉以后 装车 要比之前没弄掉的时候 装车要多多少 多二分之一吧 二分之一啊 那这要省不少 不少事啊 对 一车拉过去 你左轮是去一趟 你多拉一些也是去 你少拉一些也是去 来回还打野肉 哦 是 那看来 但前期工作还是蛮辛苦的 辛苦点 辛苦点呗 为了挣钱 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现在 哦 你能靠这个邮具 跟这个腹头皮吧 发明人索伟东 发明项目 树木切枝机 今年35岁的索伟东 家住河北省仁秋市 16岁时 就从内蒙老家 到河北省打工 从参加工作开始 索师傅就一直从事 机械加工行业 在他家附近 就有工人 日夜在切枝 他了解到 这些废弃树枝 一般都需要切断 再运送到发电厂 但切枝这部工序 不但麻烦费时 而且工人们 如果不把树木切断 运送成本就更高 工人们一趟下来 有时候还不够路上花费的油钱 工序凡多不说 耗费的人力也大 讲到自己一身机械技术 他脑海中 奋发出一个想法 做一台树木切枝机 一来可以节省工人的劳动力 二来还可以方便装运 索师傅是个实干派 历时三年时间 一台树木切枝机 做好了 索师傅 你好 你好 听说你 做了一台切枝机 就这个吗 对 就是这个 这个还没弄好啊 没有 就马上再调试 这主要是有哪些构材 是38公分 成为38公分建桩 那现在我看这个 还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坡度 一个45度的一个坡度 就是木材从那里进去 它有一个自身的动量 往下从里进来 包括这个刀 一个一个夹角 把木材转到里面 这是干扇 这是干扇的叶片 有六片 叶片它这么旋转 包复旋转 这个料从这切 切完以后 从这下面 这么旋转 它打出去 打头之后 那边可以直接打上车 可以打到地上 像这么高 它能吹上去吗 没问题 这个 它管子很高 它有六个叶片 它是一米 一米二指径 能打到四米高 能打到四米高 哦 切枝机主要由 浸料口 刀盘 出料口 三大部分组成 树枝进入浸料口后 圆盘式的刀盘 通过六个刀片旋转 将树枝切削粉碎 在风扇和叶片高速旋转下 粉碎的料由出料口被吹出 这个刀片很专利的 这是这个刀 你看一看 这里面关键的就是这个刀 对对对 再拿个数字试一下 行 我们来拿个数字试一下 这好切吗 好切 就是这么个原理 这个数字很快的 然后动力很大 一切 几下以后就变得像铅笔一样的 是挺快的 就是这些都是考量过的 咱们这个机器 现在整体来讲 看起来挺完整的 那我们这个还需要装什么东西吗 就像这个盖子上 好 那叔师傅 这一个我们把它装上去 装上去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看一看效果怎么样 可以 可以 来 这个成不成啊 这个 这个 三个人能抬动 三个人能抬动 盖子看起来笨重 需要三个人一起才可以抬动 可是这样的盖子 是必须的 机器在飞速运转时 刀片对树枝的包销作用 会产生很多飞销 有了盖子的保护 操作 才会更安全 就这样对上去了 机器看起来庞大无比 可是工作起来 却只需六个刀片 面对粗壮的树干 这小小的刀片能够工作顺利吗 这机器真的会像所师傅说的那样简单吗 我刚才从进来的这一看 我们的形状就像一个六 从这个六的中间进料 然后就从六的头上去出料 对对对就是这个口 这个口子直接把它闪成碎了 就是变成碎了 它主要是从上把这个六打出去 好 它闪上这个方楼往外打来这个 就是说这个像有一些吧 它还是比较密封的才可以 那这个不用太密封都可以 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咱就试一下 电线接差不多了 行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刚才我听到 我最想它是分二级尺度 一级尺度就是把电压降低 就是说到二十 旋转一直转起来了 旋转起来了 二十这样 分成两步行 所师傅告诉我们 主要是考虑了刀盘过重 电力运转速度快 电机容易烧毁 这样的方式可以保护电机 同时机器的使用寿命 也可以延长 机器刚启动 所师傅毫不犹豫 拿起一个树枝就投了进去 可是这个机器好像不太听话 眼看着机器罢了功 刚刚还信誓旦旦的所师傅 这会儿也慌了神 是机器出了问题 还是刀刃调整的不够 大家也是拆了装 装了拆 终于在漫长的两个小时后 机器又重新运转起来 这次效果又会如何呢 现在可以再试一下了 这会儿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开机试一下 好的 我们来开机 有了刚刚的失败经验 这次所师傅更为小心翼翼 特意挑选了容易分销的树盖 反复调整后 才放心地投了进去 也许是特意挑选树木的原因 第一棵轻松被粉碎了 这让所师傅找回了自信 树木一棵接着一棵 依次被机器吞噬着 这连续几个树枝分销下来 效果还不错 这会儿记者来了兴致 想要有意刁难一下所师傅 这光投细的树枝可不行 我们来试试粗一点的怎么样 我看这个树至少得有超过十多分的 没问题的 也没问题的 我去那么紧张的 哇 这速度才快了 我刚刚放着一个大的 应该在我印象当中 它也不超过两秒钟就可以了 对啊 蛮快的 太快了 一个机器先吞的以后啊 特别好 像我算的也不算 我今天找一个相对穿热的主体 说了它好它就好 对吧 这个不难 我认识一个经理 他就是做这个商业的 要不我打电话 可能有个电话 我发一下 叫他来看一下 那我先把机器关一下 行吧 我们先关一下 是张经理吗 你现在还做了那个收料那个生意吗 那个我现在做了一台 那个切副枝的机器 非常好用 效果非常好 可以在现场直接 可以把它粉成木片 你有时间过来看一下吧 哦 行 那好了 那我就等你了啊 好的 再见 索师傅邀请的张经理 是当地木材回收的行家 从事木材回收行业 已有多个年头了 他们厂回收的木材 全部要靠人工进行巨断处理 工程量很大 工人们常常累得苦不堪言 张经理听说了索师傅 发明了切枝机 带着几个工友 满怀期望的过来一看究竟 乍一看机器可以把树枝粉碎成碎片 是张经理之前从没见过的一种处理方式 我感觉这笋料还可以 大小还可以 那这样咱们看一下机器吧 行吧 你看看吧 在这位一直从事树木回收加工的行家眼里 机器打出的碎片挺好 可是光看结果还不行 机器是怎么操作的 亲自看过 才可以有结论 刚看了这个机器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外观设计挺好看 像这六 这个打出来容易往外踩 没打到人 怎么是这臭 这种木的这往里放 别说了 我给你们试一下 没有问题的 我来机器 我非常有信心 给你们试一下 给他们切解 好的 我来开机 面对大伙的质疑 任何话语也不如现场操作来的实际 有了先前的检验 所师傅还是自信满满的 试试给大伙们看看 师傅 他们啊 咱们对我们的机器啊 还是你们别质疑啊 是啊 我刚才感觉生活还挺好的 嗯 那咱们再试一下 让他们看看吧 行 那我们再量度试一下 好吧 好吧 被机器瞬间粉碎的树木 从四米高的出料口 分射而出 质量和速度都已亲眼证实 这次张经理一行人 能否认同 所师傅的机器呢 说师傅 刚刚这一开机啊 这声音挺大 对 然后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效果确实很好 对 不错 然后大家都觉得一看 这个效果也不错 对啊 是啊 你们看到了没有 是不是挺好 也不是 这里面都是干的 湿的行不行啊 干的湿都是一样的 湿的也没问题 比这粗的呢 你刚才粉这个腔是这么粗的 对啊 肯定会粉的 对对对 粗的没问题啊 这口是38公分很大的 粗的这样粗的也可以是吧 嗯 20公分一粒 你的粒子只要放进去就能 就是带 带这个汁子也能 也能行吗 能行 带这个汁子也能行 那咱们这说有这个料吗 可以粉一下试一下 行 那我给你挑一个 哎呦 这个很重啊 这个能粉吗 没问题 这多再长再重了 没事 都没有问题 那行 那咱们转这个 好的 来试一下 我来开机 好 在所师傅看来 这些树枝根本不是问题 难度是不断升级的 但所师傅的信心 倒是没有削减 从质压少的 到质压多的 一次次的尝试 让所师傅信心倍增 所师傅为了让大伙们 瞧瞧自己的机器 还有厉害之处 两人还挑选 难度最大的枝条 尝试一番 满序之差的树木 抬起来 就让两人感觉费劲了 要将它抬上进料口 难度就更大 两个人努力了几次 也没能将这棵树木 成功的放进进料口 这让刚刚还是 信心满满的所师傅 一下子陷入了尴尬 两人尽管很努力 但机器对这些满是 枝压的树木 还是起不到效果 两人最后放弃 只好剧短一部分 再试试 这怎么会卡住啊 还是有树叉的挡着的 我看这个上面 你看这个刀片 它这上面也已经压了很多的东西了 就刀片上面 看这个树枝的话 它有点钱 你还得用电锯 还用人工 我感觉人工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人工太麻烦了 这个树枝还得捡 还得修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还是请工人 还是请两个人专门看 这个用工 感觉还是不太好 张经理不愧是行家 他们一行人提出 锁师傅的机器 还可以改进的更好 目前依旧还是需要工人 用电锯来锯断 质压多的树枝 如果机器可以直接处理 就更好了 然后我还感觉 这个轮子 在户外还是不太方便 移动不好移动 你这样吧 你先改进一下 改进一下咱们看 这也不行 从刚开始的运转自如 到现在的大的树枝 进不去的情况 而且张经理还提出 目前也还需要人工 来进行锯断 大家的态度 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这会儿的锁师傅 也是手足无措 看来改进是刻不容缓了 刚才做的片子 我们看到这个机器 在测试当中 稍微大一点的树枝 就放不进去了 确实说它这一带的机器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把这个进料口 设计的非常高 如果是大一点的料 或者重一点的料 我们人把它抬上去 就已经很费劲了 而且它整个的进口的平台 比较小 也造成了它这种结果 刚才那位大哥提出来了 这个机器不方便移动 这该怎么解决呢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可以根据它这个路况的情况 比如说可以加两个轮胎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便移动的大轮子小轮子就可以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发明人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新机器突一亮相 就受到行家离手的质疑 索师傅的心情 前所未有的灰败 痛苦中的索师傅开始反思 如何做到节省人工 就从机器本身出发 还有大的树枝 为何进不去 是不是进料口形状的问题 还是刀盘设计的不合理 日日夜夜都在琢磨研究 几乎索师傅 每天都与机器作伴 为了找寻改进机器的灵感 索师傅还经常跑去 和切枝工人探讨 他发现 切枝工人们 平时都在横放着的树枝里头 分切树枝 不需要费事的排放树枝 于是他萌生出 从进料口的改进着手 这样的改进 会不会有效呢 有了想法 行动起来就更坏了 不到三个月 第二代机器改进完成了 孟师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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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切枝机吗 是啊 还是那个机器 怎么变这么多 是啊 彻底的改变了 是吧 看着 样子也不一样了 对 对 对 因为上次那个机器 有好多就是从原理上 它就是不太合理的地方 从入料上方面 这次最大的改进 就是把料进成水平进料了 用倾斜四次五次 这样水平进料 这样长一个素质 更省力了 往里放着 我觉得现在有这种托盘 对 对 对 上次那个短 然后那个一放料 还崩 很危险 这次这不就给它加长了吗 然后是水平进料 加长了 这次嘛 我又加了个压料滚 就可以把它变成水平子了 压料滚是 这个压料滚 它是旋转 往里 它起到什么作用呢 它这么旋转 往里脚料的 那现在我们这个是因为加了我们这个装置以后 它就稳了 它就不会动了 它就压住它 哦 匀竖的往里脚料 然后这次呢 这边是一个切 切穴滚筒 一个滚筒 这个就是改变了 它体积也改小了 不像上次那么大一个盘 体积改小了 它这个就轻了 它轻了以后它能达到效果吗 可以 它转速提高了 这个 看这个更直观一些 这是那个刀片 这个刀片是做长了 现在上的那个是提的 是正好的 这个刀片是长那个 我给你比一下就行 这个螺丝压刀板一上 螺丝一上 就是这种刀片 然后对面还有一个 一共是两片 哦 就两片在里面运转 对 运转 高速运转 它转速要说1500转 哦 这个多层啊 这个有五六百斤吧 然后这次呢 我们用柴油机 柴油机呢 它就是变 非常便于移动了 是 现在这个就感觉升级了不少啊 是的 看这也没少花工夫吧 对 是啊 那个都加班 有时候晚间也在干活 是 在港工把它做出来 哦 因为非常急切地想把它做成功 就到时候设计一下 找个场地 我们再把它们都交过来 然后看一看 这样 好 不单是索师傅 工友们也早已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 想要展示一下 这改进好的二代机 但索师傅 这光凭信心还是不够的 能否解决上一次的问题 还能否给节省了人工 才是关键 乡里乡亲们 听说了有一台可以替代人工切制的机器 也忍不住好奇 见识一下 这么大 这么大的柴油机 带这么个机器 应该是没问题 要是改进一下 我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 这么大的柴油机带它没问题 哦 没问题 对 我感觉这机器整体来说还可以 因为我们这边啊 很需要这种东西 很多木材啊 需要架工 等待处理 很需要这个东西 感觉这个整体还不错 这也是大家伙的第一次亮相 乍一看 外观的确很吸引人 并且很不错 但实际工作起来怎么样 接下来就是看机器的表现了 咱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些料 然后你看这有大的数字 小的数字 等一下你觉得这些都有 都有没有问题啊 都没有问题 现在改进好了以后啊 你觉得现在这个机器啊 就像大的这种啊 它会不会太吃力啊 没问题的 都可以打 都可以打动 这个机器防止机功率够用的 够用是吧 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开机 我们先看一看 让他们也看看 行 他们也过来来看一下 行 好嘞 虽然改进好了 但毕竟是索师傅 第一回给大伙们看 索师傅还是比较谨慎的 拿了一根相比质押较少的 试试机器的情况 围观的乡亲们并没有让索师傅 有半点紧张 反而让索师傅更加满意 自己的机器可以吸引到那么多人的关注 在第一代时 出现了大支鸭进不去的情况 他向记者提议 试试大支鸭的树枝 看看机器这一次 还能不能顺利应对 给点 给点草子 给点草子 出乎所师傅意料 没想到改进后的二代机 还会出现卡料的情况 问题再次浮现 这一次 突出的支鸭在狭城的进料口卡住了 导致树枝无法粉碎 就在这时 一旁观察已久的切肢工人 也有话说了 这么小的东西就卡出来 我们那里还有更大的 那个怎么办呢 这个没问题 这个是小问题 这个我们改进一下 应该就没事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砍掉以后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多试一些 看看机器 还有没有 别的小瑕疵的地方 好吧 切肢工人原本满心期待 这机器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切肢效率 但就检验的一会儿功夫就出现问题 这让切肢工人们大失所望 对于索师傅而言 卡住支鸭的情况毕竟是意外 但这一次改进了刀组 粉碎能力加强了 索师傅觉得 只要再试验几回 机器改进了优点 就会凸显出来 但就在这时 意外却出现了 出料口突然间不出料了 这把索师傅给急坏了 在里面堵料了 现在堵不了 出料了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行 哎呦 多舍了 这里面全是料 这种就 它可能出去就很困难 是吧 就是说索料太满 满复合索料 它就瞬间出不去了 出不去 一斩就又斩就堵 瞬间就堵 它是瞬间一下堵 还是刀滚转束 和抽料筒上还是得改一下 这筒上有点堵料 这个形状 可以改一下 先把料得拿出来 把它掏干净 然后上上再试一下 对对对 我们再试一下 把这些料试了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就在两人决定都把树枝都试完时 这时 索师傅似乎感觉到不对劲 急忙跑到机器前头 机器到底什么情况 那今天这个测试啊 怎么停呢 没办法 还是有问题 多年的经验 让索师傅预感到 这对于机器有很大影响 这让索师傅心急如焚 原本还有一些支持索师傅的声音 这下彻底被淹没了 钢口太小 那大的树枝进不来 那个还有人工把这个其余的树枝清理掉 才能再进来 还有他那个 我看出钢口 总是卡钢 那个他的刀呢 刚才看了一下 那工作的时候呢 刀子打坏了 感觉他的机器 那个不太理想 对和我预想的 那个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 还不如我们人工 师傅 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机器 现在这些病啊 都是小病 现在 那个 你这大病小病和我没关系 这个因为我不懂啊 是吧 那个 我只知道 他的现在的缺点挺多 缺陷特别多 我只是看那个结果 现在结果不太理想 是有一些毛病 我们改进以后 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还要是改一下了 就是这些毛呢 都可以给你改好 改好之后呢 我给你打电话 你过来来看一下 行 那是 您这样 你改 你改好的话 通知我 通知我 叫我们同事过来 和你比试一下 如果你让你这机器 能赢过我们人工 让我同事心服口服 那你就等着吧 我改好之后 我给你打电话 行 行 检验是结束了 但机器也已失败告终了 这多少让所师傅不甘心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所师傅 非得看个究竟 这个打得很厉害的 这个滚就废掉了 用不了了 这个螺丝都 都崴断到里面了 这四个螺丝 这都是新断在这儿嘛 嗯 这都是高强的螺丝 同时打断的 就是那个压刀板 现在就这一块都废掉了 对啊 这个 这个刀片也打坏了 确实 确实这个已经变形了 这个 嗯 已经变形了 黄老师 我看到第二代机器在 其实的速度上还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但是却出现飞刀的现象 这是为什么呢 嗯 是这样的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准备演示的这个小刀具 嗯 前面的这个结构就是它在这一代机器里用的旋转轴 这个白颜色的就是它代表这个刀片 嗯 然后它这个刀片的锁紧方式呢 就像我这个一样 它是用了几个螺丝 嗯 几个螺丝它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螺丝和这个刀片是这样 单方向插进去 嗯 然后它的复合在运转起来 它需要切木头 嗯 所以是很大的一个强度 嗯 时间一长呢 这两个螺丝就会松 松完了之后 由于它在高速的旋转 这个白颜色的刀片就会飞出来 导致很大的危险 嗯 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 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都要小心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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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这个刀片虽然没有飞出去 但是可以看出来 它已经有了很大的危机 嗯 对 如果是再旋转一会的话 一定就飞出去了 嗯 那华老师请问 它卡料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它这一代的机器 它的进料口是一个 呃 狭长的一个结构 嗯 所以如果它的这个支差比较多 嗯 它实际上进去的话 通过这个狭长的是很难进到机器里面的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人到底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索师傅上一次的失败 没有把它吓到 反而让索师傅下定决心 势必要把刀片的问题解决 负药的电力 负药的电力使得机器高速旋转 而二代机的刀片只和螺丝单向的前接 费准脑子的索师傅一时也找不到头绪 他决定到当地的钢铁厂询问相关的行家 一番讨论后也让索师傅认识到刀片单向衔接不牢固 那双向锁紧会不会能牢固呢 还有尽料的方式设计成什么形状会更加方便 这一次他吸收了教训听取了意见 三个月后索师傅把第三代机给做出来了 哎索师傅 哎呦周末还在改进啊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你这个真是很用心啊 哎呦不用心也没办法啊 从上次这个失败这些事 然后也得给它改进呢 嗯那现在改进那个滚就是这种 改成这个两面刃没有压刀板就四个螺丝 有四个尘口啊 就是往上一放 然后就是那个螺丝四个螺丝这么一抢就完事了 哦非常稳了 这个槽这是什么 这个槽就是叫退退销槽 就是切下来那个碎片打到这槽里 然后它再甩 就我们的芝士杖切的 对对是 切完以后就往这槽里面 没有这个槽它它退不退的料 它是卡料的 这个刀下面 咱们这个粗料口啊 现在好像和之前是不一样的 对吧 这次呢 上面也做一个活帽 它可以调喷料的高低角度 把这个改了一下 看想往哪边开 咱们可以把它换成一块 不动了 上次堵料嘛 这次呢也是加厚了铁这个重量 它这个靠这个重量压着木头往里进 重量 哦 重量主要是重量寝 就像上次堵料的那个情况就是毕严 上次还有这个尽量不太好尽吗 改进了 改成那个 现在 我给你操作 你看一下 哦 这还关上哪 这还有 这是一个 一个尽量台 可以 放下来 哦 咱们行走的时候 不关上去 它不就是说短距离吗 哦 这还挺好 树木不但有长有短有粗有细 但都还是有一定的重量 那机器可以承受多大的重量呢 这边重重一千斤嘛 没有问题 一千斤啊 那我现在踩上去它肯定没问题 没没问题的 咱俩试一下 看它能不能下去 对 来 试一下 会不会出现问题啊 没有 不会 不会啊 这是没有问题 好像是挺稳的 其实我们两个现在站上来以后 有三百多米 哎 我看这种晃一下 它好像也没什么事啊 没事了 没事了 那我们这样 明天我过来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看怎么样 我今天晚上就想试 我是迫不及待 就想 因为我现在马上就把这个罩罩盖上了 就可以试 咱们不行 咱就今天晚上试一下了 就今天晚上试啊 你就稍等一会儿 今天晚上就可以试上两棵树 看一下 行行行 我还 我只能睡个好觉 睡个好饭 好好好 那我就 我也薄薄眼福我们的新改进的机器 我看一看 我们具体怎么样 好 您看这第三代机器在功能方面 还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啊 确实是 它像上一代比较大的两个问题 飞刀还有这个进料口的问题 都得到解决 对 也不飞了这刀 飞刀还是很危险的 它会 这次呢 它在这个刀上做了一个双向锁紧的结构 就是这个刀肯定 肯定不会飞入去了 然后进料口呢 它把进料口改成了一个像铲子一样 向外敞开式的结构 这样一开始比较大的直刹也可能顺利的进来了 那么改进后的机器最终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呢 我们去现场谈一看 为了一睹机器的成效 我们记者专门找来一根难度较大的树枝 如果这样的树枝都可以顺利粉碎 那所师傅改进好的机器 在工作中就不需要人工对树枝进行剧断处理了 我们先试一下这里面的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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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放进去 说是吧 我刚看 我们大一棵树 其实它轻掉是不存在什么问题 粉的挺好 等下我们还用肠子 我再改一下 我再改效果 好吧 来 谢谢粉 小测试的结果一切顺利 这让锁师傅有了底气 要和切肢工人挑战一番 大家用各自的方法进行树枝处理 来一场机械与传统人工的对决 让大伙们看看到底谁更厉害 为了比试 一夜后 锁师傅起了个大早 赶忙在车间里做比试前的准备 今天安排的这个比拼啊 这边咱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现在马上就可以走 把这装饰就可以走 哦 现在这个是在做什么 这是一个支撑 一个千斤支撑 平常它栽 这个斗栽到以后 它是支撑地什么 哦 超高矮的 然后挂上以后把它收起来 这是一个摇的一个前进点 那今天过去这就是真枪实弹了 嗯 没问题 有信心 有信心 那我们把这个收起来以后 我们就准备出发 可以 虽然信心满满 但锁师傅这次向人工队发出挑战 可是以寡敌众 准备工作时 比起前两回更加细致谨慎 人工队这边叫上了11个人工 各个都是能手 树枝切断在他们手中 都是驾轻就熟了 双方都开始着手准备起树枝 各自准备了40根 为了考验两方的难度 主要挑选了粗的 枝压多的树木 这无论是对于人工还是机器 都是挑战 粗的 巨树根难聚 枝压多的 很费时 在这场既比速度 又比质量的较量下 谁会是赢家 都是个未知数 就在双方计罗密鼓准备时 到场的观众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它这个机器我一直在关注 以前前几次盖的都不怎么样 这次我感觉应该盖的应该好一点了 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差不多 现在本来工人就不好找 现在有了机器的情况下 可以节省人工 这180度的转变 这也让我们记者感到些许的惊讶 但也还有保持原有的态度 这机器感觉跟人工对比 还是赢不了 赢不了 对 感觉还是几率不是太大 几率太大 改进好的三代机会有怎样的表现 前两回测试都状况百出 这一次机器能否运转良好 获得最后的胜利呢 为了证明一番 人工队十一个人 加上八个邮具 机器队 紧锁师傅和帮手两人 一台切枝机 两方谁能最快完成这四十根树枝 装上车 才可以算作今天的赢家 咱们今天也很荣幸 请到我们的裁判 生物资电厂的领导 让他来看看我们的树枝是否符合 行符合 那我们由我们的生物资电厂的领导 来给大家讲一下这种规则 咱们距这个数 第一五十公分 超过五十公分以上的无效 第一五十公分以下有效 嗯 我们机器队有没有信心啊 有 好 人工队的 有没有信心啊 有没有信心 好 好 那我们由我们裁判 全部开始 开始 好 比赛刚开始 来势凶猛的人工队 一个劲的铺在树枝堆里 熟练的活 合理的分工 人工队十一个人 八个负责巨树根 三个负责装车 对于人工队而言 为了符合装车标准 低于五十公分的树枝 人工队也是丝毫不松懈 谨慎有序 虽然人数上 机器队明显敌不过人工队 但机器队粉碎速度上 一点也不逊色 放进去的树枝 进了口就像一张敞开的大嘴 一下子功夫 十几根树枝已经被吞噬进去了 粉碎好的料 如同天女散花般堆满在装车箱里 原来还是空空炉野的装车箱 现在已有半堆小山颇高的树枝碎 我看今天我们的人工队很强了 你作为队长 那是 你觉得今天能赢机器吗 我们一定能赢 我们现在驱的比较短 装车也比较快 我们一定有幸运能赢它 我看他们两个人做干的挺费劲的 看着 他们应该是不如我们干的算 不如你们干的算是吧 对 那你觉得今天是一定能赢 我们一定能赢 好 那我们就最后来我们看结果 好吧 好的 好 谢谢 人工队十一个人个个都是状态 锯断 装车 一气呵成 再看机器队 40根树枝 仅靠所师傅和帮手两人 一点点往进料口台 到底谁能抢签完成任务 现在 还是个未知数 我感觉这个人工队还比他们要强了 更快 行 要不咱们试一下 好好好 那我们就等待后面结果来看看 好吧 好吧 再看一下吧 虽然人工队个个都是壮汉 但毕竟这是体力活 时间也过去了20分钟 看人工 开始有点体力下降的趋势 而这边的机器队开始乘胜追击 机器运转效果非常好 就连原本不看好机器的乡亲们 看表现过后都开始转变态度 支持机器队 但比赛没到最后一步 所师傅也还不能松懈 今天我看咱们这个 一下就在就弄了这么多 嗯 你觉得今天和人工比起来胜算大吗 胜算很大 胜算很大 嗯 你觉得赢的最主要的点在哪里 最主要的就是还是这个 它它是省人工 然后它直接就可以成铁了 直接装上车 它不需要二次再装车 就你觉得这个质量你还满意吗 很满意的 很合格的这个质量 这个现在就比较好的 对 那我们今天就等下我们再比完 我们再看看结果 行行行 比赛进入最后阶段 机器队的树枝已经粉碎了一大半 但人工队还剩一大半没处理 双方的差距在慢慢拉大 机器粉碎的速度优势凸显出来了 但人工队也没有放弃 把握最后的希望 奋起直追 你好 我看咱们今天人工队干得很快啊 我觉得我们干就十足 但是也可能也许拉不下机器 哦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的机器比我们还很快 行 这个我们因为现在还没比完 我们只能比完以后 我们来看结果 对 好吧 等比完以后再看结果 对 刚刚我们在看这两场比赛啊 你觉得是机器要好一些 还是人工的要好一些 我觉得应该是机器的好一些 为什么会觉得机器好一些 因为机器快 人工的人多 人工的人多 那两个应该是对立的 那为什么会觉得就机器快呢 它粉碎的粉碎的好 它们一不二不得的 就那边还质量还不行 对 这边那是粉碎的 那也是一股轮 那是粉碎的 这边就粉碎好了 就这边就直接就粉碎好了 所以你看好机器 对 你觉得机器和人工比起来 谁占优势一点 那看这实际情况来说 还是机器 为什么说 机器它就两个人包不动了 一包动了还是机器 人工它人太多啊 对不对 那正常运转起来还是机器快 它因为粉碎得碎 就是这样 这样才能比较好 当人工队还卯足了劲时 机器这边却宣布了结束 而人工队还有不到十余根树木 接下来就是等待裁判 宣布结果的时候了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结束 由我们裁判看一看 现在比赛结束了 咱们看看 背后的机器队的效果 行 我们来看看 数字是 这个是41 41 啊 这个是 啊 这个60 这个53 53 那看来还是有长有短 有长有短 局局不太标准 啊 这人工队局的这个不太标准 啊 再看看这边 机器队 机器队这个比较标准 本身也很好 这个机器性能的很好 嗯 嗯 本身也是很好的 啊 行 那我们来宣布一下结果 那我们今天 嗯 我们也看了 呃 那我们由我们裁判来宣布一下 我们的最后结果 行 咱们的比赛结果呀 任务队和机器队 这个任务队也 掐的这个 这个 这个木头 有窗又短 不规矩 还有点这个 下边这个 短的 这个细的 那个局局也不好 这个机器队 这个粉碎的也很好 呃 挺标准的 机器性能特别好 呃 现在呢 咱们这个任务队局的这个 到天场用 还得二次加工 还得飞 飞 飞 是吧 通过这个比赛 这个机器队获胜 啊 好 首先我没想到我们今天比赛啊 一举就成功 不知道你就怎么感受 呃 感受很深的 就是说 经过前几次的失败啊 呃 也摸手了一些经验 终于把这台机器给做好了 呃 更是简化了原始手工劳作 砍支 切断 装运的繁杂步骤 一步到位的 将树木粉碎 直接送往发电厂 回收利用 同样在比赛中 机器以寡敌重 以活动性强 粉碎效果好 工作效率高的优势 胜过十一个人工 以明显的优势 获得比赛的胜利 最终的三代机 实现了移动式的切消装运一体 给人们带来很大的方便 深得大伙们喜爱 所师傅发明的这个切直机 经过机带改进 吸引能得到很大的提高 它的机动性好 切的效果好 而且节省耐用 效率也特别高 并且呢 利用柴油发动机作为动力 也适合留在户外作业 但美容不足的是 它的建立部分呢 还需要大量的人工参与 如果在建立部分 加一些像传送袋啊 或其他的一些传动装置 把料自动的送入这个切直机 这样它的效率呢 会有更大的提高 而且更加节省燃力 自动化程度呢 也有更大的一个提高 这样效果呢 会更好 好的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呢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 华为老师光临演博士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欢迎继续锁定客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下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 自然灾害的发生不可完全预知 对于生命救援来说 时间就是生命 能不能快速发现 准确定位生还人员 对进一步的救援非常关键 雷达生命探测仪 在与搜救权 以及传统烟视频救援设备的 对比验证中能否更胜一筹 经过重重挑战 他会有怎样的发现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生命发现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您的支持